每日神话 要想实行真理 要想明白真理 首先你得在现实生活中 临到的事上寻求真理 就是根据神的话来看事 根据真理看事 把问题的实质看清楚了 就知道该怎么实行 合乎真理原则了 你总这样根据神的话来看事 就能在你身边发生的每一样事上 看到神的手 看到神的座位 有的人不管身边发生什么事 都觉得与信神无关 与真理无关 只凭自己的喜好 采取撒旦哲学对待 这样能不能学到功课呢 肯定学不到 有许多人信神十年二十年 不明白真理没有生命进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不能把神带入现实生活中 不能根据神的话来面对 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事 所以在临到的一切事上 他就不会分辨 也不会根据真理原则来处理 这样的人就没有生命进入了 有的人只是在聚会 读神话的时候才用点心 也能谈出点认识 但到现实生活中就用不上了 所以他就觉得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 好像都与真理没有关系 与神话没有关系 他信神就好像把神的话 把真理当作一门知识来对待 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 与他的看似观点 人生目标 人生的追求完全脱节 这种信神的方式怎么样 他能不能达到 明白真理进入实际呢 他这样信神 是跟随神的人吗 这就不是真心信神的人了 更不是跟随神的人了 他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问题 包括涉及家庭 婚姻 工作前途的一切事 都看作与真理无关 然后就用人的办法去解决 如果是这种经历法 那就永远也得不着真理 永远也不会明白 神在人身上到底要做成什么 要达到什么果效 神发表真理 神发表真理是为了拯救人 但是人不知道接受真理 追求真理 才能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 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 经历实行神的话 才能得着真理 这样信神 这样信神的人 是不是最愚蠢 最荒唐的人 有些人信神 始终不追求真理 他们认为 信神就是聚会 祷告 唱歌 读神的话 他们看中宗教仪式 从来不实行经历神的话 宗教里的人 就是这样信神 把信神这么大的事 当作宗教信仰来对待 这样的人 是不是不信派 是不是外邦人 追求真理 得需要经过许多过程 这里有简单的一面 也有复杂的一面 简单地说 就是先从我们身边 发生的每样事上 来寻求真理 实行经历神话 然后你就会越来越看到 信神所要得着的真理 所要追求的真理太多了 真理太实际了 真理就是生命 神拯救人类 就是为了让人类 得着真理做生命 凡是受造人类 都应该接受真理做生命 不是仅仅尽尽本分的人 或者带领工人 侍奉神的人 才应该接受真理做生命 神的话语 是面向全人类的 神是向全人类发生说话 所以凡是受造之物 凡是人类都应该接受神的话 接受真理 都应该凡是寻求真理 然后按真理原则去实行 达到实行真理 顺服真理 如果只要求带领工人实行真理 那就完全违背神的心意了 因为神发表的真理 是面向整个人类的 是为了拯救人类而发表的 不是只为了拯救少数人 若这样的话 神所发表的这些话语 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你们现在对追求真理 有没有点路途啊? 追求真理 首先要怎么实行? 首先要多持合神话 多听讲道交通 临到室多多祷告寻求 装备的真理多了 你们长进得快了 有声量了 就能做点时事 担点工作了 就能经得住一些试炼 一些试探了 那时候你们也能感觉到 自己确实明白 得着一些真理了 感觉到神所说的话 都是真理 都是败坏人类 要达到蒙拯救 最需要的真理 也正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主 赐给人的生命的真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